古奇润一郎对他稍微有些熟悉的读者 立刻就会想到颓废、变态、性欲、恶魔这样的词 为什么呢? 自称恶魔主义者的古奇润一郎 曾经写过不少表现官能刺激和变态性欲的小说 比如在很有名的小说《春秦抄礼》 古奇润一郎就描写了秦师春秦 和他的侍从佐助之间的激烈故事 春秦是个美丽的盲人秦师 他在秦义上有着极高的天赋 却因为眼盲而内心扭曲 因此性格古怪、傲慢又骄纵 佐助从十二岁开始陪伴在春秦的身边 他深深地爱慕着春秦 心甘情愿地忍受着春秦的打骂和折磨 后来春秦被仇家毁了容 性情更加殷勤不定 不愿意让任何人看见自己残缺的容颜 于是呢 佐助为了能够继续陪伴在春秦的身边 怀着对春秦畸形而绝望的爱 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古奇润一郎的小说经常充斥着这种阴暗的美学 他甚至还写过一本评论集《阴逸礼赞》 因为他相信美存在于阴逸里面 就像叶明珠的美只有在阴暗的地方才能被看见 如果是放到刺眼的阳光下面 那他流光溢彩的美也就荡然无存了 所以没有阴暗就没有美 然而在古奇润一郎晚期的代表作《细雪》里 他却一反常态 我们几乎看不到他曾经极力表现的人性里的畸形和阴暗 反而充盈着细致入微的温情和明媚 在《细雪》的故事里 古奇润一郎讲述了日本昭和时代 没落豪族石刚家的四姐妹的故事 而其中最重要的故事主线 竟然是三姑娘石刚雪子的出嫁问题 年过三十的雪子是家里的老大男 年轻的时候不是没有人上门来求过亲 可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雪子的婚事就这么一直被耽搁下来了 三姑娘雪子的婚事解决不了 细姑娘妙子的婚事也迟迟悬而未决 可把石刚家的人给急坏了 为什么要叫排行老四的妙子细姑娘呢 是这样 在日本关西地区 尤其是大阪神户 当地人总是管家里最小的姑娘叫细姑娘 这也是细雪这本书名的由来 细指的是细姑娘妙子 而雪就是三姑娘雪子 那么围绕着三姑娘雪子和四姑娘妙子的婚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古奇润一郎会一改他阴暗美学的主张 转而讲述这样一个家长里短 充满温情的故事呢 为什么这样一部讲述相亲嫁人的小说 竟然被认为是古奇润一郎 从恶魔主义回归古典的代表作呢 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走进细雪的故事 花瓣露到衣袖上 是春天即将逝去的哀晚 在大正时期 石刚家曾经是大阪一带有名的豪族 石刚家四姐妹的父亲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 可惜他们的父亲是个奢侈无度的人 在生活上没个节制 产业的经营上也越来越糊涂 结果石刚老爹一去世 石刚家立刻就败落下去了 大姐赫子是石刚家的长女 因为母亲早早的去世了 所以她很早就承担起母亲的责任 照顾家里三个妹妹的生活 也因为是长女 老爹在世的时候 给她招了一个上门女婿陈雄 目的是想让长房继承家业 可惜陈雄对接管石刚家的事业 并没有什么信心 岳父去世以后 他不顾四姐妹的反对 把石刚家剩下来的产业 全部转让卖掉了 自己去了一家银行工作 贺子家有六个孩子 她既要照顾家里的六个孩子 还要承担起长房的责任 照顾三个妹妹 尤其是三妹学子和细姑娘庙子的生活 她肩上的责任有多么沉重 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年纪比较大 贺子完整地经历过石刚家的鼎盛生活 曾经的她就是一个雍容华贵的大小姐 身上完完整整地保留着旧时代千金小姐的习气 所以在石刚家没落以后 她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却依然想在困难的生活处境里 维持过去的体面 贺子这样的生活习惯难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甚至是凄凉 因为丈夫的工作调动 贺子举家离开了他们熟悉的大阪 来到东京 一家人住在东京非常劣质的平房里 夏季台风来临的时候 房子被风吹开的缝隙 甚至能够塞进一个拳头 可就算这样 贺子还是固执地把父亲早年收藏的字画挂在墙上 反倒把这个破败的房子称得更加寒碜 相比之下 二姐性子要好运多了 和贺子一样 她也是在石刚家的鼎盛时期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和从事会计工作的丈夫甄织住结婚 婚后独立门户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作为姐姐 性子为雪子和妙子两个妹妹的婚事操碎了心 可她又不像大姐贺子那样死板 而是善解人意温柔体贴 对两个妹妹的想法更是充满了理解的心情 竭尽全力地维持着两个妹妹悠闲自在的生活 所以雪子也好 妙子也好 都喜欢跟二姐性子住在一起 三姐雪子是彻彻底底的古典美人 她迟迟没有出嫁 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 只能在大姐贺子和二姐性子的家中 轮换着居住 当然她更喜欢住在性子家里 作为一位非常古典的美人 雪子的美是含蓄而内敛的 她长着一张长长的鹅蛋脸 身形苗条 她总是穿着和服 知书达理 性格内向羞涩 脸上总是一副楚楚可怜 略有愁容的神情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姑娘 在结婚的问题上屡遭不顺 相亲总是不成年余三十 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夫家 细姑娘妙子和她的姐姐们完全不同 当时刚家没落的时候 妙子的年纪还非常小 以至于她对家族里过去的辉煌 根本就没什么印象 自然而然的 也就不像她的姐姐们一样 对过去的传统 有那么深的留恋和执着 所以妙子成为了一位 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她很少穿和服 大多数时候都穿着西式洋装 看上去干脸而灵动 妙子还有自己的手工事业 会做很精致的布娃娃 甚至还有自己的工作室 后来她还学习了西服制作的工艺 准备远渡重洋到法国 去学习服装设计 在妙子的眼里 三个姐姐才是不安逝世的孩子 根本就不能理解时代的变化 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可即便是有这么多的不同 在石刚家的几个姐妹的身上 古琪润一郎依然寄托了 她对日本传统之美的向往 尤其是当杏子 学子和妙子结伴出行的时候 她们娇艳轻盈的身姿 总是那么引人众目 颜色鲜艳 花样入食的衣服 穿在她们的身上格外合适 有了一个女儿的性子 看起来不过只有27、8岁的样子 哪怕未出嫁的学子 已经30多岁了 看上去还是23、4岁的年轻模样 而25岁的妙子 看上去简直就像17、8岁的妙龄少女 她们的容貌相互灰映 路人们总是为她们的风采倾倒 每年樱花季的时候 她们会结伴出去赏樱 三个姐妹依次站在茂盛的樱花树下 拍照留影 她们在樱花树下 那娇美动人的样子 花瓣落到她们衣袖上的那种风情 总是不假雕琢地显示了春天即将逝去的哀婉心情 看似近乎永恒 实则稍纵即逝 正是古旗润衣郎 在石刚家姐妹身上 所寄托的日本传统之美 既美得让人心醉神迷 恨不得时光永远停住 又怀着无可奈何的感伤 因为美好转瞬即逝 细雪里的雪 来自过去的雪 雪子的婚嫁 向来都是石刚家的大事 一开始婚事不顺 其实是因为石刚家 固守着豪族的门户之鉴 瞧不上那些上门求亲的寻常人家 所以拒绝得很干脆 即便是有些条件 还是不错的人家 石刚家的人 还是觉得配不上雪子 久而久之 雪子就到了三十岁 上门求亲的人越来越少 石刚家的人 也不得不逐渐放低标准 对求亲者的相貌 年纪 家事 财产 也不那么苛求了 到了后来 如果有还不错的人家 想续弦 也是可以商量的 雪子的相亲之路如此不顺 其实这也和雪子的性格有关 雪子的模样是石刚四姐妹当中 最具有日本传统之美的 她的性格也是最传统 最保守的 不像独立自主的戏姑娘妙子 雪子需要依附在贺子和杏子 两位姐姐家生活 她似乎总是没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态度 遇到事情了 也总是唯唯诺诺 相亲的时候 她喜欢躲在二姐性子的身后 既不参与大家的话题 也不表现自己 以至于中间人 还曾经要求性子 在雪子相亲的时候 务必打扮得非常肃静 免得压过雪子的光彩 不过 雪子看似对所有事情都没有主见 心里却是有主意的 比如戏学里提到的第一次相亲 大姐夫陈雄在银行上班 她的上司为雪子介绍了一门亲事 对方是丰桥那边的大财主 同时还是银行的董事 这桩婚事看起来非常般配 甚至可以说雪子还有点高攀了 结果这次相亲 让大姐夫陈雄 灰头土脸下不来台 因为雪子全程都是沉默 态度暧昧 让陈雄以为雪子默许了这桩婚事 等到对方真的过来求亲 雪子却断然拒绝 让陈雄起虎南下 这场相亲其实是雪子 给姐夫陈雄的一个教训 老爹在世的时候 作为上门女婿的陈雄 可谓是谨小胜微 唯唯诺诺 老爹一去世 陈雄可就扬眉吐气了 想在石刚家里摆一摆 一家之掌的谱 左右妹妹的婚事 那雪子就故意让她下不来台 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小瞧 这个不声不响的小姨子 可也就是这样柔弱又坚强的雪子 她身上这种含蓄的传统之美 在现代的日本社会里 却又是这样的不合时宜 在戏学里 有一个非常理想的相亲对象 叫做乔四 乔四虽然是个官夫 却也是当地的豪族 还是医药公司的经理 风度翩翩 待人接物也非常妥贴 对雪子更是非常喜欢 然而因为一次电话 雪子就错失了这次良缘 原来乔四打来电话 想要邀请雪子出门约会 雪子一则不善于接听电话 二则不想就这么轻率地 和一个不算熟悉的男子 单独会面 支支吾吾 连个体面的拒绝理由 都想不出来 含含混混推脱了这件事情 结果竟然被乔四 扣上了一顶 性格阴郁的大帽子 断送了继续一亲的可能性 在乔四写给性子 和真知著的信里 他委婉地说 经过这么多年 令妹仍然没有被世俗所改变 彻底保持着处女的纯真 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如果想要成为这种女性的丈夫 本身也要高度肯定 她的这种纯真 甚至为了维护这种纯洁的品格 必须要不遗余力地维护才行 这就要求对令妹 有很深刻的理解 和细致入微的关怀 我想大概也只有阁下这样的家庭 才能培养出令妹这种珍贵的品格 乔四非常重肯地评价了学子的性情 一方面 学子就是日本传统美人的代表 他的品行如珠似玉 不容置疑 可是 学子的美好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却是这样的不合时宜 所以乔四实际上是委婉地拒绝了学子 系学里所涉及到的年代是日本的昭和时代 具体说来 其实就是1936年到1941年这五年时间的事情 当时的日本正在逐渐发动清华战争 军国主义的氛围早已笼罩了全国 传统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代表着日本传统之美的学子 在婚姻的问题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他既找不到一位能够理解 并珍视他纯正古典趣味的如意郎君 也没法放低身段 随波逐流地向现实低头 可就算是这样 二姐性子和二姐夫真之助 依然认可并且维护着学子 这样纯然天真的性情 真之助就说过 像学子这样畏畏缩缩 连好好接个电话都做不到的女性 其实也是有他自己的常处的 我想世间上总有合适的男子 并不认为学子是落后于时代 而能够认识到这种品格里的女性气质 和高贵的情操 如果这都不能理解 那这个男人也就没有资格 做学子的丈夫了 所以始终认可 并且维护着学子的石刚家 尤其是二姐家 更像是一个保存着传统日式文化的乌托邦 就算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地变化着 人们不再欣赏传统的美 但是石刚家的姐妹们 依然保有着对过去的那种执着和眷恋 如果说性子和学子都是传统日本女性的代表 那么西姑娘妙子 绝对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现代女性了 在妙子二十岁的那年 她和开银楼的奥田家的小儿子私奔了 虽然被两家人给追了回来 可这件事还是被当地的小报给登了出来 这场闹剧之后 妙子老实了一段时间 但很快 妙子和奥田之间又开始牵扯不清 当时石刚家对妙子和奥田的交往 其实并不反对 甚至乐见其成 可不管怎么样 学子没有出嫁 做妹妹的妙子 怎么可以越过学子结婚呢 所以 妙子和奥田的事情迟迟没有定下来 事实上 妙子对奥田并不满意 要知道 奥田其实是个花花公子 时常出入异技馆 还和一些异技传出了绯闻 甚至闹出了私生死的风波 而作为家里的小儿子 奥田注定继承不了家里的产业 平日里游手好闲 还总是挥霍无度 后来 甚至因为偷到家里银楼的首饰变卖 被赶出家门 这样的纹固子弟 实在是让人看不上眼 妙子很快和摄影师 板仓牵扯不清了 在石刚家和奥田的眼里 板仓就是个下等人 因为板仓原本是奥田家的下人 所以 不管怎么样 妙子和板仓的交往 总是不体面的 在板仓意外去世之后 妙子的婚事就更让大家操心了 可妙子很显然 没把姐姐姐夫们的忧虑放在心上 反而继续我行我素 和一个酒吧的酒保三好 闹出了绯闻 为了让石刚家接受这个现实 妙子甚至还做出了未婚先孕的闹剧 差点让石刚家 颜面扫地 妙子人生悲剧的根源 其实并不是因为 她是一个充满现代气质的女性 而是因为她的现代气质 本身就是一个错觉 妙子和她的姐姐们一样 同样具有日本古典之美 妙子曾经跟着日本传统武艺人 山座师傅学雪之舞 妙子在传统舞蹈上的天赋 深受山座师傅的垂青 甚至还被师傅指派在 非常重要的集会上 跳雪之舞 为了这次表演 妙子向大姐贺子借来礼服 那套礼服非常珍贵 意料上的图案 还是石刚老爹在世的时候 让三个画家 在用草木染绘制的日本三景 分别是阎岛 松岛和天之乔丽 这样庄重华美的礼服 穿在妙子的身上 竟然没有一点违和 原本那活泼的大姑娘模样 再也看不出来了 反而更像是一位 风华正茂的日本妇人 神情端庄柔美 就像水面倒映出来的樱花 一样美好 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然而 妙子这样的情态 有如昙花一现 随着山座师傅骤然离世 妙子没能继承师傅的名号 最终放弃了传统武 在现实生活中 妙子的现代女性形象 其实是虚假的 她看似独立自主 不像三姐学子那样 依附着长房和二房生活 在外面有自己的事业 制作洋娃娃或者西服 是个精明能干的职业女性 到了后来 大家才知道 妙子并非向她表现的那么独立 她在外面生活 打理头发 购置奢侈的衣服 首饰 还有手表 装扮得如同一个摩登女郎 可这钱 却并不是她自己挣来的 而是傲田为了讨她欢心 送给她的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妙子下定决心 要下架摄影师板仓的时候 还是和傲田藕断丝连 为什么板仓死后 妙子一边告诉姐姐们 她绝对不会和傲田 这样的纹固结婚 一边继续和傲田见面约会 甚至住到了一起 甚至傲田偷窃自家店里的首饰 也是为了换钱 或者直接送给妙子 讨她欢心 戏学里有一幕 讲的是妙子和傲田私混的时候 不幸感染了痢疾 病情十分危急 性子前往探望 看到了妙子非常不堪的病重 由于生病 妙子很长时间没有洗澡 浑身散发着烟漬的味道 因为病弱 她的脸上脖子上手腕上 甚至都出现了一股子淫荡和猥亵的阴影来 这时的妙子 看起来已经全然没有了现代女郎 那种容光焕发的神采 反而表现出一种风尘女子的猥琐气质 她的面容阴暗松弛 甚至就像是染上没毒的病人一样 这就是妙子生活的真相 她骨子里和姐姐们很相似 有一种宁静美丽的古典气质 但因为石刚老爹的世事和石刚家的衰弱 她的古典气质并没有来得及长成 她的表面看上去是一副现代女性 可她的精神并没有独立 离开家族的庇护 凭着率真单纯的心性到社会上闯荡 只能走上一条所谓现代的歧途 完全没有真正独立的人格 所谓的现代理想 就像她最后生下来的那个死鹰一样 在病态的母体里痛苦地夭折了 逃避现世的完美性 在细血的最后 妙子生下了死鹰 曾经青春焕发的容颜逐渐衰败 因为胃寒病弱的身体 也穿不了要露出小腿的洋装 穿着和服的妙子竟显得又矮又胖 虽然还看得出一些美态 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灵动的少女之气了 血子也终于相亲成功 嫁给了刚刚从美国回来 具有贵族血统的玉木 可是 血子最终还是要离开他所钟爱的关系 远嫁到东京 整个故事在血子踏上前往东京的火车 戛然而止 血子婚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他那龟中少女一般的纯真和美好 是否也会像妙子一样 在石刚家之外的现实世界里逐渐枯萎 血子所代表的那种古典日本之美 是否也会在动荡的日本社会里彻底云灭 细血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为什么古其润一郎对古典理想的幻灭 会有这么感伤的情绪呢 细血创作于1942年 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一年 整个日本都沉浸在狂热的军国主义氛围里 很多作家纷纷响应时局的号召 写作古动战争的文字 可是古其润一郎的细血却几乎闭口不提和战争有关系的事情 反而写一些石刚家姐妹们的家常里短 为此细血还一度被禁止发表 在古其润和细血这篇文章里 中村真一郎曾经讲过 这是一部逃避的小说 古其润一郎所走的道路是漫长的逃避之旅 在破灭性的总体战争和国家崩溃的时代里 他创作了细血 这具有罕见的完美性 在昭和文学里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逃避了 除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消极逃避 细血还反映了从大政到昭和 再到二战战败之后 日本文化的独特情况 自明治维新起 日本尤其是首都东京 进行了大规模现代化和西化的工程 日本人的生活开始趋近西方 古其润一郎是个地地道道的东京人 但他始终讨厌东京那种半日半西 不日不阳的那种混杂的状态 他讨厌东京只是一味地赶着夕阳时髦 却始终学得不像样的文化 可以说 细血里的两位女主角 也正是当时既不完全现代 有无法回归古典的日本文化本身 看似洋化的妙子 其实缺乏西洋的精神内核 他不但没有日本的传统价值做支撑 反而保留了传统文化当中 老朽不堪的一面 让妙子的生命提早枯竭 反倒是学子 因为坚守传统 生命力显得更加强韧 面临困境 不卑不亢 然而即使是他 也将要和从美国回来的丈夫 展开新生活 迈向东京 迈向新日本 一切都不可知 学子的命运 不就象征着战后日本的命运吗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全书充斥着一种感生的笔调 因为古其所书写的是即将消亡的事故 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战后 细血一书竟成了一时洛阳纸柜的畅销书 因为他用唯美的眼光 描写了日本的激烈变化 对人们带来的伤害 就像对妙子的伤害一般 他也用怀旧的眼光 倒往学子身上的传统日本文化 然而再怎么美好 日本都要像学子一样 迎向西方文化的冲击 迎向未来 所以古其笔下的日本古典美学 既是一种逃避 也是一种为未来打下基础的展望 细血的故事 就在既阴郁又明媚的语调当中 画下了句点 好了 关于细血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到下方评论区留言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刘洪玉 我们下期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洪玉